感谢观看 在最近的商场 也面对女孩子在取车的时候 频频被人掳走绑架的情况 到底马来西亚的治安 究竟已经败坏到什么样的地步 虽然在去年 母艺定在报告的时候有说 去年的犯罪率已经降低了 但是实际的情况 我们真的是感觉到 国内的治安是比较安全了吗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在我左手的这一位呢 是柔佛州的副秘书 严毕正同志 那再一位呢 就是我们亚沙区的国会议员 陆赵福同志 那回到我们请毕正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在柔佛州呢 治安的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现在大家普遍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在柔佛州 总警察说我们的犯罪率降低了 其实在柔佛州 近来是 我们可以从那个 到处的报导 在最近 这个六月份里面就在新山嘛 就有那个钱币兑换商被抢劫 那在前几天 也在马国有一辆车被砸破大镜 所以其实在治安方面 柔佛州 普遍上人民还是人心惶惶 对这个治安还不是很大的信心 那 赵福同志呢 你的住家是在去年还是两年前 一年半前 一年半前 就也是曾经被人家破误刑结 那在那个情况 盛美兰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这个犯罪率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是没有好转 也没有真的 真的的 这个有什么的这个进步 那么 警察方面呢 不停的讲 我们的这个犯罪率已经降低了 所以我们在 我在国会其实 其实也是有谈过 我讲 有到底有问这个 内安部长 我讲这个犯罪率的这个降低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 他们已经对这个 报案这个过程了 没有信心 所以很多 其实很多 事情发生过后 有很多受害者都没有去报案 因为他们认为报案是一个过程 那么第一次很麻烦 他们需要很多小事 那么很多人认为都是 报案过后都没有什么用 都是抓不到匪徒的 比如说我本身的这个案件 过了18个月 还没有一个交代 警方也没有告诉我 到底这个进展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 今天的情况呢 就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信心 对警方那个专业的那个 随便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为什么当我面对这个 被人抢劫 被人打抢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警察好像都不在我们的身边 可是往往我们看见 在和平示威的时候 在你的身边到处都是警察 究竟在警队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04年我们这个邦拉当首相的时候 就有提到 要成立一个皇家警队调查委员会 可是这个报告到最后呢 就不了了之了 那警队的改革 是不是当务自己 跟我们的治安 是不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关系 肯定这个我认为 这个警察改革是一个重要的议程 那么在那个王家委员会的报告呢 其实有100多个建议 有125条建议 但是有到底 到了今天 有已经五六年了 到底有多少个建议呢 有被接纳的 都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么我们认为今天马来西亚的警察 部队呢 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就是 我们其实我们不是不够警员 我们有超过10万个警员 但是我们的警员呢 很多是在 在一些不是打击罪案的一些 一些工作的范围 那比如说我们政治部有超过 七到八千个警员 在政治部方面 那么有一些在traffic呢 有一些在他们的那个 其他的部门 都是不是真正拿来去 打击这个罪案 所以要改革的话 整个警察部队呢 他们的那个分工呢 必须要重新的mobilize 所以这个警队的改革 还要跟地方政府的这个保安措施上 要相对的两个要连接起来 所以地方政府其实在这个治安的这个保护方面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角色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地方政府 基本上在这个警队保安的这个角色呢 已经被取消了 全部都由警队来进行 所以那回到除了警队改革之外 毕正你认为还有什么样的因素是导致这个治安的这个问题存在的 其实除了改革这个警方 我认为这个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一个人还要去犯罪 他是什么动机 什么目的 那破门形界打劫 都是跟钱有关系 那么钱就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嘛 所以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压力的时候 是不是他想要比较快的得到那个金钱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犯罪去得到快收入 那么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有没有去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环节去讨论 去设法去帮助这些低收入群 但也不能够说是所有的低收入群都会去犯罪 但是我认为政府应该要着重去研讨 是不是经济也是其中的一个 引起这个犯罪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环节 相对国内还有这么多这个外劳 会不会也是大家对于这个治安产生很大的一个反感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也不用不应该去stereotact讲 如果罪案发生肯定是外劳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错觉 其实外劳肯定是对带来一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的一些社会的问题 肯定跟我们的外劳的人数有关系 但是我也不能够太过笼统地讲 所有的这个罪案都是因为外劳 其实我们本身马来西亚的社会 也是有产生很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些罪案或者一些匪徒 或者他们有一些黑社会的问题 这些都是有关我们的教育制度 我们的经济的情况都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看整个问题 要比较全面的去研究整个问题 那毕正你会认同说 柔佛州现在已经是一个安全城市吗 母一定在早前有去参加这个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宣称在柔佛州呢 今年它的那个犯罪力已经下跌了14.4% 比全国的这个犯罪力下跌的更多 其实我不认同 因为就像赵佛同志所讲的 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要去罪案 因为罪案你第一 你得不到你要的结果 就是说可能找不到凶手是谁 第二 你一个罪案的手机是很冗长 然后如果是有受伤的话 比如我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 我曾经被掠夺过 所以当报了案 我还要去医院苦苦等了4个小时等验伤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你马上去那种私人医院 可能你马上就抓那个警察 但是我们要在那边排队 等4个小时 然后整个过程我用了6个小时 所以有些人就害怕这种程序 所以他们都没去报案 所以相对的就 你的报案人数少吗 你就说你的犯罪案降低了 最近还有赵佛同志 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在治安这方面 也可以有什么样的步骤 我觉得第一 我们之前那个王委会的一些建议 必须要政府去实行 这个是最主要的 首先我们的这个整个警察部队 那个工作 应该是把他的那个集中力的放在打击罪案 打击罪案 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么第二呢 他比较必须要整个有一个配套 所以不单只是中央政府的这个责任 那么州政府跟地方政府都有责任 那么之前呢 我们也是在地方政府有提过 有一个概念 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安全城市 Safe City Concept 到底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措施 到底有多少 做了多少 我们没有一个报告 到底有多少 马来西亚有多少个城市 已经安装了CCTV 或者有多少个 那个停车场 已经做了 这个足够的这个安全措施 都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 一个研究的报告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你要打击罪案的话 不单只是在警方那边下手 你必须要看到整个比较传绵的 州政府也是有责任 地方政府也是有责任 整个我们的 我们的经济的问题 我们的一些社会的问题 都要必须要看 那么你要看 比如说 我们知道有一些匪徒 或者一些他们的 organized crime 有可能他们去 recruit的人 或者那些匪徒 来自一些社会比较贫穷的人 为什么他们要去 选择去做案呢 有可能跟他们的这个社会背景 或者他们经济背景都有关系 所以你要打击罪案 你必须要比较整个 整个政策 就必须要全面来研究 那在马来西亚一直在推行 第二家园的这个计划 我们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 安全治安 其实是外国人选择 要来马来西亚的 第一个考虑的条件 包括在旅游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问 那个地方的治安究竟怎么样 可是我们往往看到的是 回应的这个 回应出来的答案都是说 马来西亚的治安 有点糟糕 就是每个人出门 都是齐心吊胆的 而最近我们也在 面子书等等网络方面 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提 以后我都不敢 一个人开车去商场购物 我也不敢带女儿出门 所以回到一个这样子 人心惶惶的一个社会生活 我们怎么样安居乐业 所以在这个治安 跟全面的这个 国家的这个政策 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治安方面 希望我们国会 在这个接下来的时候 都能够继续在警队改革方面 加强努力 能够迫使这个警队的 独立警察投诉 行为不减的这个投诉委员会 能够正式成立 还我们大家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再会